底下再说 别教人能报佛向好 这就殊胜了 是报身佛 无量相 无量光 无量好 那原教人呢 观法佛向好 法身佛 这是最殊胜的 这个至少都是 明行见信的菩萨 才能够见到 这是说 三生中之 应身而分胜裂 我们常常学习经教呢 对于很多事情呢 就越来越清楚了 乃对于 藏六佛身 而配观想 浅身与四教 佛自己可是没有意思 我想献什么身 他之所以献 圣一身或者献这个裂印身 完全是看众身 根基的浅身不同 而随缘硬化 盖四教宗 帮教人所见佛身 即列印身 列印身 亦显现 帮六孝 于四土中 居 凡胜 同居土 凡胜同居土 就是指的 十法界 这个就是四圣法界 方便土 是哪些众生 住在那里呢 阿罗汉 皮子佛 菩萨 佛 这讲十法界里面的圣人 十法界里面的圣人 虽然修得也不错 但是呢 他还没有真正转八十 成四字 换句话说 他依旧用的是什么心呢 阿里也 还是旺行 不过人家那个阿里也用的正 不像我们呢 阿里也用的怎么样呢 说句真话 太离谱了 错得 哎呀 偏邪啊 很糟糕 由此可知 两者具有明显胜略之别 你看哦 胜一身跟列一身 还是差异蛮大的 此外 圣印身 又指 报身中之 他受用身 这个是事实 为什么这样讲呢 十报图里面的菩萨 都有能力 映画在十法界 度众身 但是我们一般人呢 对于佛菩萨的化身 不认识啊 除非 您跟这尊佛菩萨 有缘 他 临走之前 说出他的真实身份 您才知道 原来他是某某佛 某某菩萨在来的 一般很多情形呢 佛菩萨都不说 为什么不说 不能说 一说就天际泄露嘛 那有时候呢 露出他的身份 那是为了要 度 某一类特别的 众生 鼓励他 好好学习 所以啊 如果梁五弟真正知道 达摩祖师的真实身份 他会把人家赶走啊 他肯定不会吗 这都是佛 是现来的 还把人家给擒走 太没有福报 所以啊 他前世也是 好不容易积累一点 福报 做上帝王 但是呢 没有把善之士 留在身边 很可惜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继续看 注节593页第九行 593页第九行 二者 应现化身 因众生机 而现圣印 或列印之身 又可分为 一 佛界化身 现佛界之身 二 随类化身 随九界之类 而现其身 关于这些 随类化身的事情 在经上呢 记载的很多 那佛菩萨 现这么多的身相 都是跟众生呢 有感 他才会印 所谓的感印呢 分为四种 显感显印 显感明印 敏感显印 敏感明印 显就是明显 明呢 就是说暗中 您不知道 没有觉察的 在《弥陀经要节》里面说 经云阿弥陀佛 正指同居途中 世生化身 人妇即暴即化也 阿弥陀佛 它可以实现在同居途 这是用了化身 那它可不可以 现方便途 实暴途呢 当然绝对没问题 不管它是化身 暴身 法身 还是硬化身 其实它们都是怎么呢 都是一 一即是四 四即是一 未经经中正在说法之佛 是指同居途中 世生化身佛 同时即是报身佛与法身佛 此语精妙 虽然是硬化身 同时也是报身 也是法身 这是欧益大师 给我们指出来 他说的呢 都是事实 所以念老呢 在做这个 无量寿经的注解的时候 大量引用 我们镜中主师的 这些著书 包括 莲茨大师的 弥陀经书超 欧益大师的药节 还有底下 幽西大师的 弥陀经 缘中超 我认为